剛才提到 人民銀行在香港收市之後 正式公佈下星期三就降準0.5.8分點 釋放長期資金大約是12000億元人民幣 這個消息大家感覺都頗好 不過已經事先張揚了 因為上星期五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已經說了 你覺得這個消息對大市整體而言有否一個充喜作用 很簡單 譬如今日現在達400點 很多人都知道 無論升市和跌市 就很喜歡找一些理由去附和回去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這個探究原因是我們人的本性 沒有問題 但問題我自己主見就會覺得 今日的大市的反彈和這個降準 我真心不認為有correlation 我只不過是覺得 今日的反彈 純粹因為昨天第一 昨天美股可以由頭彈到落尾 緩和了氣氛 第二就是美國反彈的原因就是 因為Omicron 現在碎身有更多的證據 他就證明了 三個力都強強的 但是病毒性是非常弱弱的 舒緩了整體市場環球的擔憂氣氛 我覺得這件事是主要為主 而且真的說話太多 太多 太過份 所以巡迷就打彈 可能給你一顆糖尼 我覺得這個因素是多一點 而這個降準 第一 我已經給了直接主見 就覺得和那個correlation沒有關係 這個藉口而已 第二就是我對於這個降準的看法 是中性都偏稍淡的 不是稍好 是稍淡的 我有幾個理由 我未必一定適合這個 我先給了主見 我不覺得這件是太好的事情 或者作用也不大 有幾重的理由 這個第一就是我想說 它降準 你看到新聞的報道 就是釋放可能一萬億鬆一點 其實很多人沒有留意一件事 中國另外有一件工具叫MLF 中期借貸便利 一件過渡的工具 它有時的錢是會回籠到期的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有9500億 對 它有9000億 這裡也有資料在這裡 非常之好 就是說MLF其實也有9500億是回籠的 那你12000億減9500億 你自己明白了 小學生的數學 這是第一個 是所謂的小原因 大家也要注意 不要看到報了12000億 就不管了MLF那件事 而第二就是我會覺得 在中長期而言 這個降準的力度是會越來越弱的 對於經濟的輔助 而越來越弱之餘 再到處是沒有太大的向下調的空間 因為大家要科普的常識 其實在很久以前 譬如說歷史上最高峰的 所謂的傳準率 其實是去到大概20%以上的 很久的世紀那時候 譬如說是2010年那時候 但是隨著不斷地減 不斷地減之後 其實你看到現在已經減到 是個位數字的了 可能是9% 就是附近這樣的水平 這個傳準率 其實大家要明白一個常識 傳準率怎麼可以無限地減下去的呢 什麼叫做傳準率呢 這個就是 我銀行裏面 譬如說每個客戶 傳100元進來 我必須要留錢的 是 就是我開玩笑的 那你一滴錢都不留的 那我譬如說 如果朱宗盟進去拿1毛錢 銀行都可以破產 因為他不留錢 所以它是一定要留錢的 但是我們就是說 根據一些西歐比較激進 到好像有些不守規矩的銀行 其實它的傳準率 多麼不守規矩都好 它都有大概5-6%的傳準率 這個現在是一個很鬆散 也不是很合規的銀行 是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現在由中國那邊都減到 全數都去到各個位數字 每一次可能減0.5滴 0.5滴 還有多少空間給你減 也都俗稱有多少血給你留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越減 市場第一個反應就是會覺得 特別是追擊中國的那些人 他就會覺得 你沒有再減少的空間 你越減多次就等於明示 你再沒有一個減的空間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想提醒大家 一件事 鋼準也比較少是突然間出口術鋼準的 其實我想說科普這件事 一向鋼準是怎樣鋼準的呢 它通常就是等市場那些 是非官方喉舌那些去傳一下 傳完之後它有例牌 就是說你傳了? 那我不動手 那你再傳了 我都不動手 就等你不說話那時候 我就在周末那時候我才動手 就表現了一個 是不溫不火 或者是氣定神難所謂的姿態 這也是一個穩定的市場 就是說不要顯示了底牌 原來自己是心急如焚 但問題是你看到這次就相反了 先是跟最高的中國領導人 就先去放風 因為李克強總理這樣才說 那你已經是這樣去放風之餘 還要是選擇不是周末去搞 是突然間看到是塌市那一刻突擊 就說0.5% 即是0.5% 所以其實這一種這樣 似乎是露了頗為朝急的所謂的底牌 你想想你為什麼要這麼急 簡單的廣東話的俗語很不行 很不行 你才是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今天我反彈是純粹 我也坦白說 如果現在股市不是跌得夠深的話 我都挺有信心它出這個新聞 其實市場是會跌口低開的 其實是會 為什麼它現在不跌口低開 剛才說過很多原因 美國的原因 或者跌到現在是融化了的原因 是 是 那個結論就是我對於這個降進 是中長期 是覺得是 即是中期是相對 是比較偏淡少許為絕 所以如果還有一部問題 就是對哪些股是有幫助的 現在揭露了底牌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幫助的 是 任何股份都是沒有幫助的 很多人會聯想到 對內銀有幫助 是 那你現在其實看到 最後一句 你看到一個牌子 就是現在只有招商銀行 好像天下太平以外 你沒有一隻銀行是太平的 是 是 那個理解就是這樣 是